不久之前才刚讲 以后想当首相的凯里 最近竟然被巫统开除了打击 消息出来了之后 很多人都觉得 晚了哦 凯里已经是巫统少数会做事的人了 这样也被开除 巫统真的没有救了哦 但是也有人觉得 凯里其实是活该啦 现在大家看她形象这样好 只是不知道她以前 做过什么碎事而已 被对付也是迟早的事情 为什么大家的反应 差距那么大呢 凯里被开除 为什么会成为 舆论的焦点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凯里这号人物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家浩 欢迎来到周末频道 每个礼拜陪你 聊聊各种生活大小事 巫统最高理事会 最近就宣布了 开除44名的巫统党员 另外也终结了 4个人的党纪 在这48个人里面 最受关注的人 可能就是凯里了 根据巫统最高理事会的讲法 之所以要开除凯里 是因为她在竞选期间 批评自己家的政党 想巫统再不转型 就不丢了 会失去马来选民的信心 巫统最高理事会就觉得 哇 凯里 你有没有搞错啊 为了帮自己拉票 在大选的时候 讲这种话 影响到选民对巫统的信心 看到我们巫统大选成绩不好 不给你一点卡热看看 看哪里可以 所以就把凯里排个料了 这个消息一出来 马上很良机的反应 一派网民十分支持凯里 觉得她明明是一个 可以做事的人嘛 这是被党真逗下去 真的是死到很癫王哦 但是另一派网民 则是认为 诶 巫统做得好啊 凯里野心这样大 现在大家觉得她很开明 只是没有见识过她早年的极端言论罢了 诶 凯里以前做过什么事情 为什么大家要这样子讲她咧 凯里是在1976年出生的 但是她的家庭背景 其实很不简单 她的爸爸 加马鲁迪阿布马康 是马来西亚驻英国 高级外交使团的团长 等于是高级外交官哦 而她妈妈也是辣豆头衔的 家世非常显赫 而且凯里自己的学历也很好 她在新加坡中学毕业之后 就去到牛津大学 伦敦大学读书 家世好 学历好 可以讲是非常典型的 马来政治经营 后来凯里在媒体行业 还过一阵子 在MTV7 做过时事节目主持人 也帮过经济学人 Pimeslay的外国媒体写稿 2001年 凯里跟一个 Nori Abdullah的人结婚 这件事就非常重要了 因为这个Nori Abdullah也不是普通人来的 她是前首相 Abdullah Barawi的女儿 那可能是因为这层关系 在Abdullah还是副首相的时候 就提携凯里做她的特别助理 这就变成了凯里进入政坛的一张入场卷 时间来到2003年 Abdullah上位变成首相之后 凯里也跟着上位 成为副首席机要秘书 2008年台影终于熬出头 第一次在大选就上阵 而且表现也很不错 第一次选就拿下 森美兰林茂区国会议员的议席 2009年的时候 她又坐上无情团团长的位置 在2013年还成功入阁 当上成为了 清廷部部长 那熟悉马来西亚政治的观众 可能就知道 这个无情团团长 清廷部部长的位置 其实是巫统训练接班人的重要位置 马来西亚很多首相啊 核心政治人物啊 都坐过这些位置的 所以这样看来 凯里的政治生涯 可以讲是非常顺利 但她也不是那么完美的 她过去也爆发过一些极端沿路的争议 早年 凯里在巫青团的时候 发表过一些挑起华人 埋人纷争的言论 像是2006年 她就讲过 华瑟在巫统弱势的时候 称人之危 还有 并成牌人被边缘化 之类的话 但是最著名的 应该是在巫青团 举马来见的时候 其实巫青团举马来转见的事情 真的是吵很久了 大概是从2005年开始 巫青团代表大会上 就开始有举马来短见的仪式 他们除了举见 还会一起大喊 这种充满种族主义味道 又很挑衅的仪式 一直以来都引起很大的争议 很多人都反对这个做法 可是这个充满争议的仪式 还是持续了四年 在台里做巫青团副团长的时候 还强调巫青团会一直举荐 批评那些不敢举荐的领袖 是马来人和巫统的叛徒 结果呢 他后来就优等 打脸自己了 2008年大选的时候 马来西亚经历政治大海啸 国阵失去了很多非马来选民的选票 这个时候凯里的态度就开始游等了 各年的五星团大会 凯里坐上了五星团团长的位置 忽然之间就宣布 不会再举马来短剑 而且还要大家摆脱种族主义的思想 到底是为什么忽然间想通呢 这个我们就不知道啦 但可以看到的是 从这段时间开始 凯里从一个比较激进的人 开始转型走一个比较温和多元的路线 不过这个时候凯里还只是一个三四线的卡销罢了 真正开始让他对大家看到 是要等到NCO的时候 凯里在转向开明派的路线之后 其实他的政绩也没有什么起色的 在他的岳父Abdollah下台 变成Najib当首相的时间 凯里也没有什么发挥空间 甚至可以用成绩来形容他 一直到2020年事情才开始了转折 2020年3月COVID开始侵入马来西亚 那个时候国内又发生了喜来登政变 所有事情都乱七八糟 还有很多假疫苗假新闻满天飞 大家就要面对疫情 又要面对这些政治人物在那边乱 真的是很不爽 可是那个时候作为部长的凯里 在处理疫苗的计划上 就表现到很不错 让大家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当时候凯里分批买了不同牌子的疫苗 优先给高风险群体接种 让全国接种疫苗人口的覆盖率 赶上了COVID传播的速度 后来在2021年又换多一次政府的时候 他政界当选卫生部部长 全权负责疫苗和防疫的医疗工作 虽然凯里接种后 疫苗计划还是有一些问题 很多人还是觉得很不爽 可是对比凯里上一任的卫生部长 竟然叫人民喝温水煞COVID 还有一堆政客在那边忙着跳槽 吵一些不重要的事情 这个算是有在认真做事 认真回应民众的凯里 还是得到很多人的好感 那个时候不少人都很看好凯里 都觉得他真的有可能是马来西亚未来的首相哦 但没有想到的是 就来了这一次 开出党籍的事件 第十五届大选的到来 让巫统党内的斗争变得越来越明显 在巫统的内部 形成了挺杂贴还有反杂贴两派人马 虽然凯里的部长表现还不错 但是他在巫统党内 跟主流的挺杂贴派其实是不对头的 像是前一件的大选 他就被巫统从他最熟悉的林茂区 被换到苏奈布洛上阵 而林茂区后来就给杂贴身边的穆哈穆哈山上阵 这安排是蛮奇怪的 因为自从凯里参选以来 林茂一直都是他的堡垒区 每次参选都获胜的 这次周末临时会换人呢 不少人就解读讲 这是因为凯里在党里面的地位越来越危险 被巫统故意弄下去的 后来大选成绩出炉了之后 巫统是惨败 党面对杂贴不满的声浪也越来越大 凯里也站出来 要杂贴为这次巫统爱选负责 叫他好下台啦 那之前结论就是一个又一个的导火线 到现在被巫统开出党绩 可以讲是正式让这个矛盾浮上台面了 被开除党绩的凯里是不是还寥寥呢 可据大部分评论员的分析 开除党绩这件事情 对凯里来讲可能不算到非常的严重 毕竟这次被开除党绩的人很多 而且凯里有自己的名义基础 还有人脉 就算离开了巫统 也是有一定实力在的 像是现在就有很多媒体啦 政党啦 甚至柔佛王储啦 都offer凯里不同的工作 凯里本身就表示讲 自己现在是恢复单身自由身 可以考虑不同的选择 看起来是没有很担心啦 反过来这次大众说清党的巫统 在一些评论员看来就不是那么乐观了 不少人就认为啊 这次清党除了可以暂时保住 阿摩扎弃的地位之外 对巫统来讲 没有任何康陶的 而且因为很多巫统绩层都质疑 这次清党没有经过震荡的程序 在这些重要领袖离开了之后 可能也会引发新一波的退党潮 让更多改革派的党员离开 加上党主席扎异的谈吴安 现在巫统要想办法 挽回马来选民的信任 可能还会有很多的挑战 那未来发展会怎么样 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继续观察下去 好啦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我是贾豪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拜拜